叶化中南海 经济上翻身 政治上扬眉吐气 我们本专栏的上评文当中 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 自从江青被关进大牢之后 反革命罪犯家属之一 也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唯一后代 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娜 被分配进了中央警卫局宿舍长达五年时间 1981年随着审查结束 李娜被重新安排工作 开始了她相对自由的平民生活 之所以说相对自由 是因为她的江青女儿的特殊身份 决定了她当时的对外联系 都是要被批准才可以进行的 相信许多人都知道 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卫市长李恩乔 和当年在延安为江青和李娜 使用过的保姆韩桂欣夫妇的相助 才有了李娜维持至今的二婚生活 而曾经在中国内地得以公开发表的 韩桂欣的亲笔回忆文章中 也是不经意地透露了 他们夫妇为了造访李娜 也还需要设法 最终是李恩乔凭自己当年中南海标投的老资格 才打通了时任中央警卫局部局长的关节 得以成行 当时已经被毛泽东赶在文革前 安排到天津工作的李恩乔 被中央警卫局推荐为 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局的部局长 回到北京后的李恩乔和韩桂欣 第一次见到李娜的地点 居然是北京昌平县的医院 韩桂欣回忆文章中描述的原话是 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灯 李娜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 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 叫她银枪叔叔 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 简单谈了几句话 如上这几句 得以在中国内地通过审查公开发表的回忆内容 看似轻描淡写 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的判断之一 就是当时的李娜是被监控的 所以连毛泽东曾经的卫士长和李娜曾经的保姆 虽然被恩准到远在昌平的医院里 看望李娜一次 也只能简单谈了几句话 和探监无意 韩市的回忆文章中还说 李娜回北京后住在泰普四街 我常去看她 她日子过得难 身体不好 主要是不革病胆结石 独自带一个孩子 家不向家 买了粮食拿不回家 就买个小推车推回来 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 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 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往事 十几年前 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 《红色公主李娜生平》一文中透露说 一个时期 李娜的工资才七十多元 日子过得很紧 每天只买一毛钱肉 儿子长得很瘦 家里的被子一人一条 一半扑一半盖 日子最紧的时候 李娜忍痛把一些用不着的书 卖给旧书店 用以应急 后来中办对她的生活 急于补贴 李娜的日子才过得好了一些 而这里所说的 中办对李娜生活的补贴 是由何而来 还要从事情的源头说起 话说李娜在 不仅去世之后的头五年里 虽说是被变相监禁 没有自由 但却也和当时 正在秦城监狱里的 生母江青一样待遇 不但衣食无忧 看病住院也是一切功费 宣布审查结束 被当时的中办就地安排 下属的秘书局 资料图书处工作之后 虽然工作是无比惊弦 甚至是完全无事可做 但医疗费用上却出了问题 从长平医院回到北京 同时也就结束了 医疗全部免费的待遇 到1991年5月江青自杀之前 李娜因为多种慢性病 需要同时治疗和保养 前后花了数千元医疗费 她自以为所谓公费医疗的 社会主义优越性 仍然没有被她 不信的叛逆者取消 所以开始并没有着急 但是到单位报销时 单位会计向她出示 有关财务规定 说明她的药费中有一大部分属于 公费医疗制度 不能报销的自费药品 当时的李娜眼看已经因为 看病欠债 万般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 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询问她不仅毛泽东生前的财产 尤其是稿费 她自己是否有权继承一部分 她表示自己不敢奢望多药 只希望如果能同意 从她不仅过去的稿费中 支取数千块钱 弥补因治病而欠下的亏空 她即感恩不尽 相信她不仅之后的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对她恩重如山了 没成想报告交到邓小平述后 邓小平冷漠地说了一句 毛泽东生前的财产 都是党和国家的财产 任何个人都不能随便支取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 客观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这个表态 至少从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 既然邓小平在接受巴拉奇采访时 已经明确表示 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集体智慧的结晶 那么毛泽东生前数亿亿计 人民币的稿费中的绝大多数 都是毛泽东选籍的稿费 理论上当然应该是归集体所有 毛泽东的后代自然没资格继承 李娜要求提取毛泽东 生前稿费继续一事 被邓小平拒绝之后 通过自己北京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 杨尚坤的儿子杨绍明向杨尚坤求救 杨尚坤对自己家人说了一句 小平同志在对待主席后代的问题上 太不厚道 说起来这个杨绍明 曾经是毛泽东和邓小平 两个前后第一家庭的御用摄影师 从少不更士起 就与李娜与姐弟相称 考进北大历史系后 还因为李娜的因病休学两年 而与其成为同班同学 但是就在当年 在邓小平手下贵为9000岁的杨尚坤 和他当时进出邓府 与出入自家门一样方面的长公子杨绍明 也没能劝动邓小平 对待毛泽东和江青后代 得饶人处且饶人 足见邓小平生前 对毛泽东和江青的内心仇恨之刻骨 也正是因为深知邓小平的内心所愿 当然也不排除 是当年已经兼任中办副主任的 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忠 和邓办主任王瑞琳的暗中指使 李娜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 长期一直被中办系统暗中刁难 已至和王景卿的结婚申请 都被押了好长时间才被自己所在处的处长 给催办出来 显然是因为担心惹恼邓大人 所以李娜二婚时 杨尚坤和杨绍明竟然不敢到场 一时间内心愧疚的杨尚坤 想起巧克力糖曾是李娜的最爱 在那全中国99.99%的人 都从来没听说过巧克力这个词汇的年代里 于是便潜步下 悄悄给李娜送去了一包巧克力糖豆 和一床大红背面算是贺喜 我们曾经在过去发表的相关内容的文章中分析过 邓小平自执掌中共实际领导权之后 不但一直没有彻底否定毛泽东 反而还在其四项基本原则中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后边补充一句坚持毛泽东思想 但事实上邓小平这样做 不过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借毛泽东之师来还共产党之魂 而从其内心世界来讲 他邓小平实在是恨透了毛泽东 上面这则小故事充分证明了 当时的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仇恨 确实是已经到了无以不佳的地步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 邓小平已经替毛泽东后代成功向邓家不愁 在文学生网站转载之后 有网友留言道 我看老邓其实并不坏 三起三落还是老毛害的 提着脑袋给毛干了大半辈子 还要住监房 没求上干活 老邓给毛一些报复是合理的 并没有走极端 没有学着汉武帝司马仪朱元璋那样抄家灭族 背后的逻辑就是 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 你折腾我我也折腾你 此话有理 想当年 毛泽东因为自己的长子死在朝鲜战场 而迁怒于彭德怀 终于趁文化大革命的机会 让这位共和国元帅落到了死无丧身之地的地步 日后邓小平因为自己的长子 在毛泽东夫妇发动的文革中 成了终于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残疾人 而迁怒于毛泽东的后代 终于让崩晕一时的共和国第一公主 一度落魄到了无前治病的可怜地步 在陆续说 当年邓小平一句话 即断绝了李娜对毛泽东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之后 因看病欠钱 无力偿还的李娜 为此仰天长叹 终于明白了什么叫冤冤相报 什么叫事态炎凉 没有办法好想的时候 也曾经打过生母江青的主意 无奈江青入狱之后 精神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 每次叹奸 李娜还没有张口 江青就教导不要忘记父亲关于艰苦朴素的教诲 幸好不久江青去世 有关部门通知李娜 她自然是江青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江青生前的存款 可以由她办好手续后领走 实际上 江青留给李娜的存款 就是1980年 中共宣判江青等人时 公开对外宣传的 江青在毛泽东生前 通过张玉凤签字才要到的那3万块钱 按照中共当时的公开宣传 江青当时要到了那3万块钱之后 还大吵大嚷 嫌太少 毛泽东为此非常伤心 当着张玉凤的面泪流满面 日后如果说 毛泽东的在田之灵知道了 当年她不情愿给江青的那3万块钱 最终竟成了自己亲生女儿的救命钱 也许就会原谅江青了 1973年 毛泽东曾经给一个 不见莆天县的小学教师回过一封信 并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了300块钱送她 信中说 寄上300元 撩补五米之吹 与之相比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李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所得的 这3万元也算是比不小的数字了 这笔钱可能就是红色公主李娜生平 一文中所说的当年中办给李娜的所谓生活补贴了 回想起30年前写作中共泰斯党一书的那个时段 当时虽然六四镇压才过去了三几年 但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相比如今的习近平之下可谓宽松的太多太多了 仅举一例 那时候敢于用写信发邮件或者电话上直接谈论方式向笔者提供信息的执行者有很多 根本无需担心笔者将他们提供的信息在海外公开发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利的政治后果 现如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陆续不在人世 在世的即使身在国外或者香港者居然都不敢再对笔者多说什么 至于仍在国内的几位恐惧到了干脆把笔者的微信拉黑的地步 如上这些人中的某一位也是中共元老的后代 也是中共高干子女中最早在美国定居的那批人中之一 去年才在美国去世 他30年前就曾对笔者说过 他所知道的邓小平拒绝李娜继承毛泽东搞废的背景 是当时的邓家上下正在谋划邓普方的婚姻大事 1991年8月初邓普方到香港时是第一次携妻同行 向外界证实了他已经结婚的消息 他的妻子叫高宋宁 婚前是北京市民政局卫生所的医生 比邓普方年轻8岁左右有过婚史 而按照中国内地大陆作者全言赤邓普方与康华 一书中的描述 邓普方在建立了残联 成立了康华期间及对身边的朋友表示了结婚的意愿 他表示我现在的身体情况 生活无法自理 每天都要擦身 要清理大便 尿袋 总得有个人照顾 现在老爷子还在 怎么都好说 老爷子不在了怎么办 谁照顾更合适 只有爱人才行 也就是在这个为邓普方考虑特殊的婚姻大事期间 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提出了要继承毛泽东的稿费 怎么可能不在邓小平处碰壁 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大地再次乾坤倒转 如今的李娜和毛泽东家族的所有在世者 都已经经济上彻底翻身 政治上更是扬眉吐气 欲知详情的读者听众 请到自由亚洲网站查找我们过去的文章 习近平大哥是毛远新最好的朋友 邓小林在节下秋 习近平的座上宾等对照阅读 本月三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了 私营经济退出论后再有奇闻 毛派人物促冻结私企财产一文 正是此文中所介绍的毛左领军人物张鸿良 曾于2016年6月发表 习总比我们传说中所做的更多一文 文中说 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 习总设家宴宴请毛主席的女儿 黎米·李娜 还有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峰 习总夫妇站在寒风中 亲临毛主席的女儿前来赴宴 吃饭过程中习总得知 李娜夫妇由于身体不好 经常吃不上饭 第二天便派去了一位厨师 专门为李娜服务 此举让许许多多的毛派群众感动不已 春节时 纷纷把习主席的画像和毛主席的画像 一起请回家中 以示景仰 昨天下午和这位毛家后人聊天中才知道 习总做的比我们传说中的更多 当时习总不仅派去了一位厨师 同时还派去了一位司机兼秘书 以及两名保卫 一位负责外属保卫 一位负责家庭保卫 如此一来 李娜的生活总算是有了着落 全国毛派群众心里也算是有了着落 要知道 公派厨师 内卫和外勤双警卫 再加司机和秘书 这是中共政权的副国级的退休待遇 如此超规格的优待毛泽东和江青的后代的同时 习近平却是把邓小平生前最疼爱的长孙女 邓卓蕊的夫妇吴小辉打入了天牢 同时完全剥夺了邓家第四代中的老大 吴邓卓的安邦公司亿万资产的唯一继承权 这是何等的爱政分明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